好 歡迎回到新一集當漫漫歲 我是阿芯 是 叫我妹 送完今次地雷 我就會回去家結婚的女女 啊 幹嘛 還拿這些東西 這麼老禮 新年未過 不要嫁這些東西 www 都是說收聽方法 接著都是在Facebook 尋找我們Facebook頂 我們會定期更新節目 另外呢 最好就是按下跟蹤的按鈕 即是如果我們更新的話 美行 有美行按鈕 因為這個Facebook很興奮 大家知道 你讚好都未必會更新出來 你按了跟蹤就更容易出現我們的更新 最好按下 還有這個Youtube頻道 也希望大家訂閱 還有最好按旁邊的鈴鐺 也是方便看到我們的更新 也希望在Youtube頻道留言多些支持一下我們 另外還有如果真的想吹水 即是想聊長些 或者開個post大家講的 最好就是去這個電腦Torch綜合討論區 在Basebook上 也希望大家跟我們聊聊天 對啦 那今集的主題呢 其實算不算是承接上一集 是 擺明是承接上一集 承先啟後 因為呢 我問過有些聽了上一集的人 他們覺得上一集很有教育意義 是勸勢的 是對社會有貢獻的良好傳媒 對啦 我們承接的一集 竟然是 變成了一個很有教育意義的一集節目 應該要放上ETV做的事情 沒什麼內容的 沒什麼內容的 但是我們很 苦口婆的心 我們很少出現的 通常要是很積極讚 要是屌 很少是 出動到很社會性的口吻 不好看啊 真的不好看啊 很少會 很少會 我們很少會 我們很少會 很少會 我們很少會 這樣去勸勸聽眾 不要做某件事 那所以呢 我們就承接上一集的氣勢 這樣就開一集 這一集的話題就是這個 救了鼻雷針 通常人們都是說 新的鼻雷針 為什麼會說救了呢 就是想起上一集 超寵神那裡 總會有些人就會聽一些不注意到聽途說 或者自己玩一下機戰或者玩某些遊戲 就會踢起一條筋走去看舊翻 但是在舊翻的時候呢 記住就是不一定是 我們現在已經是10年代 我們不是00年代看90年代的東西 00年代啊 甚至90年代都是很多類型的東西 那你一個不注意到聽途說按進去 那個雷呢 那個程度就未必是 未必是 未必是你估計到的 你可以接受到 因為現在新翻經常都說很多雷 但是很多時候舊翻也不見得比新翻好很多 所以呢 我們為了保障一下聽眾的老細胞 所以我們最好就 先開一集就跟大家說一下到底 我們曾經看過一些很雷的東西 勸大家不要看 不過首先定一下 其實我們在說所謂雷 即是怎麼為是地雷呢 那套東西 其實 首先就是最簡單的定義就是 你最好不要看啦 沒什麼特別情況你都不要開來看啦 除非你好像我們一樣要開咪啦 開了都 開了都盡快離開 開了都其實是不鼓勵你追下去的程度啦 那另外還有一種就是 其實 套東西起碼去到很差其實不是的 但是呢 可能是因為年代的雙隔的問題啦 又或者是 套東西本身有些很惡趣味 又或者是很 一般觀眾承受不到的一些風格呢 就可能需要 大家要調整一下心態才可以看得到 但是 那一下的落差呢 在沒有人跟你說的情況之後 你未必接受到的 這種我們都會定義為是地雷啦 那主要就是講這兩種類型的地雷作品 那首先 通常都是前者居多的啦 通常都是前者的 後者 後者通常是難入口 就是未去到接受不到的 是啊 我們通常就不會用地雷去定義他的 不過今次就 合起來會說這樣的意思 是啊 但是我們應該主要都會很積極地講前者的作品啦 那所以呢 我們首先講一下第一類的地雷先啦 那 首先就 交給L妹啦 哈哈哈哈 因為呢 L妹呢 是那種 是那一類是怎樣的 你是會看完之後 如果中了地雷 中了福了我就會徹底清除他的 你就會洗腦的嘛 你會清除幾億 是啊 但是呢 近期你有一套呢 不知道為什麼 除了超重神之外 有一套你也很黑骨銘心 要跟大家講 嘩這套真的是黑骨銘心 大哥 其實呢 其實呢 其實我自己主張呢 它就不是地雷來的 是 因為它其實裡面有很多種 很多種 很多種 東西我也很喜歡 我很想它講一些 但是它 一點東西都沒有講過 是 這個就是 Captain Earth Captain Earth 就是這個地球隊長 是的 是的 就是這個2014年 都已經2014年了 比較近期一點 就是這個Bones製作的原創機械人動畫 是的 是的 故事呢 就是講述在外宇宙呢 有一幫叫做 什麼呀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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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星玩具 不知道 游星什麼 是的 的 外星人呢 就來進攻地球 這個 這個 在這個 主角的 老豆 奮力 拿一把火箱衝上去 自爆呢 就成功延遲了 不知道一年 還是多少年 然後呢 這個主角呢 就為了找老豆 去了種子都的時候 就給了一把 叫做 Lifebuster 一把有生命的槍 是重要的道具來的 是重要的道具來的 一把有生命的槍 那就 選中了 然後就 坐上了 這部叫做 他那部叫什麼 Earth Engine 就是主角機 就叫做Earth Earth Engine Impact 就是主角機那部 那之後就 展開了 跟這個 QT Gang 就是這個 他們那些 遊星機關 遊星玩具 的戰鬥 或者叫做 行星齒輪 行星齒輪 是 收一收 他老豆 在主角大地 八歲的時候 就死了 是 是 那究竟這套 這套 我會覺得 它雷什麼呢 它雷的就是 我明明想看你 怎樣跟那幫 行星齒輪 戰鬥 你去到後面 不只戰鬥 喂 勉強都 每一集都會有些戰鬥 但是你想讓我看的戰鬥 不是我想看的戰鬥 你明明第一集 很有氣勢 就說 喂 什麼 你說大地被 選中了 不要理了 發出 給你出了 然後 就在總指 那個 宇宙基地那裡 慢慢一支一支火箭 升上太空 然後來個勇者黃色的合體 很有型的 弄出一個Earth engine 是 女者你沒有看的 我沒有 我簡介給你看 合體的程序 就是這樣 首先是一顆黃斗 那麼小的機械人 然後射上去 然後就跟一塊 老鏈那麼大的東西 合了一隻腳 先 合了一隻腳 然後再跟另一塊 老鏈那麼大的火箭 合在一起 就合了身 然後就會射到上宇宙 然後就會變形 然後就變成那一架 類似勇者黃 這樣的 Earth engine impact 這樣 然後你會發覺 每一次合體 都是要花幾十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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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支火箭上去 好像很豪華 聽下去 是不是很超級係呢 聽到好像很容易 對啦 是不是很超級係呢 又有地球造背景 又有超大 又有超大的機械人 對啦 第一集 好有型的 然後去到 然後 誰知道 去到後面 每一集的戰鬥 就是 大地 合體合完 Earth engine 上去之後 就被人打到 狗 狗不太白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 衡星 衡星 裝置 他們的機器 全部大過他們 大過他們 Earth impact 幾倍 至少大一個馬 大起上來 大概兩三倍 都不止的 然後 他們的機器 又多 武器 不同種 他們似乎外星人 有超能力 有超能力 然後呢 相反 大地 有什麼招 沒有啊 他只有小炮 有 有 他的手上有火箭炮 他正常有飛彈 就是來來去 他只有這樣 然後有一支 有一支 頭炮 但那支頭炮 我也沒有怎麼看過他 什麼啊 作為一個超級系的機器 他的招式機 全都是真實系 為什麼會這樣 那些什麼 Hill and Haven 空氣運動拳 你不要妄想 完全沒有這些 沒有這些 連光束系武器都沒有 他沒有啊 全部都是實彈 對啊 最重要的問題 他到最後一集 都還沒有改善這個問題 都沒有經費 那些經費全部都在火箭上 但是最好笑的是 他是有一隊 有幾個隊友的 他有三個隊友 四個人組了一隊 叫做真夏騎士團 不用問 就是來自這個沙士比亞 的名字 然後他對人呢 首先他的朋友 就是這個 切平 切平其實本身就是 這個行星齒輪裝置 那邊的人 之後呢 有一集 他犧牲自己的行星裝置 那邊的身體 救了大地 之後回來 突然說 我又被這個 Line Buster 選中了 然後我又可以 開這個Earth Engine 那他就開到第二部 二號機 那就叫 Nebula Engine 那他那部東西 一出來 哇多厲害啊 有這個雷射劍 和雷射槍 還有這部機是帥的 主角那一部 是的 是的 還有這個 還有他把Line Buster 就可以 弄個雷射盾出來 是 那就 保護自己 那一整 大地那部 一整個 就 比下去了 之後 再之後 女主角 又有多一部機 去拿的 嘩他那部更厲害 有一射 加龍炮 然後 有一開 有一開 大炮 不是 家屋自炮 還要懂得追蹤的 有光線武器 是的 還要懂得追蹤的 那大地又一下 被人 被了下去了 那到後面 大地 那到底大地 現在是靠些什麼來戰鬥呢 靠些什麼呢 他就是靠他把Line Buster 來戰鬥 他去到後面 基本上每次都見到 他最後打了一部小機 然後他就打開駕駛艙 拿著槍 一下對著他 然後一槍開過去 這樣就打贏了 可以畫過那個強度晉級表 Line Buster 比本身的機械人 比其他宇宙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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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想像是什麼 這個是 T格萬人俠也有的 就是 打到最後 Gabby就用一個駕駛艙走出來 拿著光線槍指著地獄BOSS 這些場面經常都有的 但是問題是 地球隊長是閘閘都是這樣啊 大哥 那我看什麼 機械人的氣氛是 情何而堪呢 即是地球 即是地球 就是地球 有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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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什麼都做到的 然後 為什麼你們會這樣覺得 他部機最廢的 是完全解釋不到 為什麼大地那支 他用LIFEBUSTER的時候 是特別強的 為什麼他一開槍 就無敵 人家那些 大力明明 人家那些 機器又強一點 那支槍又有特殊功能 但是大地的 部機和那支槍 都是沒有特別的 但是不知為什麼 他那支槍就那一夜 肥死人 什麼啊 不是說他那支槍 有有女靈魂在這裡嗎 是啊 他那支槍是有有女靈魂在這裡的 但是他沒有解釋過 有女靈魂怎麼來的 有女靈魂為什麼 how to令到把槍變厲害 沒有解釋過的 就是有女靈魂 有女就是靜義 因為 是 就是那些 對面那些什麼 恆星裝置那些 全部都是羅里控來的 一看到就 就暈死了 不是啊 恆星裝置的 領頭人都是羅里來的 哦 哎呀 我解釋不到 你偷不到 我記得很清楚的 他一開始就在我賣寧村夫婦 然後到中間就有很多不同的角色出來 你一看就知道 每個人都好像在藍十字島 在以羅星過來 然後每個人呢 各個的角色都很有個性的 但是你還是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是啊 就是這套東西最厲害的就是 你打那些打得夠了 下下叫大地用春蛇都算了 問題是他做了二十幾集兩季 你看完這兩季的東西 你說你跟我說 劇情持續了二十幾集 是沒錯 是沒錯 是 那個問題是你看了二十幾集 這套東西是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是很神奇的 我不明白他怎麼可以在什麼 可以在完全沒有推進 沒有任何人物關係的變遷 沒有什麼大的劇情的走向的情況 只是他可以做到二十五集出來 是啊 最重要是中間 你打算他 喂 你說一下那個 游星齒倫那邊 你可以說一下他的故事 接著之後他又沒有什麼說過 他就是最後拿一兩集 不斷說一說完 其實他們女主角 貓野愛依 其實幾千年已經來了這裡 不知道搞了什麼 接著他們就 整班人被侵略 就是這樣 他拿一兩集來說 接著之後 什麼都沒有說過 然後中間有一集 突然就說 那個大哥 抓了大地進去的夢裡面 你看看這個就是仲夏爺之夢 這樣 這裡有無限的可能性 然後醒了之後 大地就說不行 我是不會要這樣的東西 然後就 不知道怎麼樣就變成了最終決戰了 是 然後最終決戰也是交的 因為要完 要趕下班 最終決戰 你本身說是那些 游星齒倫裝置做總攻擊 然後就突然之間 就被那間神秘公司 一直在幕後 在幕後搞很多東西的神秘公司 裡面的AI 就搶高了大哥 那個 就搶高了大哥那部機器 然後就說 我要支配你們 這樣 我心想要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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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那個AI會半變 其實由第一集 他就已經不停鋪腹線 我看人都知道 說真的 但你看到最後 都是不明白 他做什麼無關會要半變 那個問題是半變 我知道 那個契機 完全不知道是怎麼發生的 純粹可能是編劇圖 我們想不到怎麼結束 麻煩你暴走 OK OKOK 那我暴走 OKOK 嘩 真的 所以 真的 你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他很有潛質 可以做得好 但他可以25季都完全沒有用 25集 25集 25集都是完全沒有用過 這些元素 是很厲害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是怎麼做到的 那個編劇 那個監督 那個監督是完全不會 吵的 那個劇本 我真的不知道是怎麼做的 所以 劇本就是誰 Bones的劇本 就是寫過 寫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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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地球隊真的完全沒有 大哥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看什麼 我原本以為 頭幾集主角 不是說 搞這麼多 原來就想問一個朋友回來 告訴他 我懂得用回力錶 好像很青春 那誰知道 想著 頭一集 你給我這些細小的東西 OK 挺有感覺 原來接下來的25集都是這種 都是這麼細小的 我神經病 所以就 忘記說 今集一定會劇透 為什麼要劇透 因為我們劇透了給你聽 你們就不用看了 所以結論就是 地球隊長 在一套完全沒有發生過事情的東西 真的沒有發生過事情 有服務的 唯一如果要說就是服務 我這個女主角很黑肉很正 很鬍子 然後日高理賽的天才少女 和切平的交流挺好看的 就是這樣 然後就是 有不就是 打嶺差不多 好過打嶺 他沒有貴圈爭亂的劇情 他是很青春味的 打嶺 要硬找東西的賺 地球隊長的service 比打嶺還好 很前的 如果你要說地球隊長 地球隊長的青春好看 打嶺那邊好多 但是故事 但是他主事故事那邊 什麼賊都沒有 不是 我們是評到 評到覺得爛還是不爛 因為是沒有 是沒有 是零 是零 所以他評價不了 說真的 我個人很喜歡他的角色 我也很喜歡他的幾部機 但是 他這套東西裡面 是零表現 再加零劇情 是 如果你說服務的話 就是前半 就是 那個 遊星裝置那邊那個 額頭出來之前 那你就每一集都可以看 寧村夫婦在那裡嘴 哦 他們不嘴 上不了那部機 他們說 要產生性慾 才能上到那部機 是 那他們兩個 就集集在那裡嘴 你想看寧村夫婦嘴 那就有東西看 好 但是我看這套東西 不是為了看 是 所以 人家可能現在看Darling 就是為了看Service 那 如果我看Darling 我不會想看Service 但是 Service去到我 不舒服的地步 不過anyway 不要說Darling 但是 你本來想說半個小時結束 但你自己一個人過了20分鐘 不是 你跟我說你不想說那麼久 我不想說那麼久 好啦 那下一個人 那 教你女者 你中了那些什麼地女 還是那些什麼 黃天激殺 都不是的 是給女者 就是 作為小看機人花的我 當然也會中伏 那 這個動畫業界 很多時候的動畫業界 都有一個很有名的騙案套路 就是 達個名 推你作家的名字出來 然後就說 改編他的作品 或致敬 就自己製作動畫出來 這套動畫 這套服 就是叫做 亂步奇談 還有 副標題叫做 拉普拉斯的遊戲 故事 就 非常之突然 突然之間 一個有少女樣貌的少年 男主角小林 等等 我補一補充 原來這套是2015年的事 啊 原來都三年前 是啊 三年前 是紀念江湖村亂部的 世世五十周年 五十周年的作品 但是結果搞成這樣 五十周年做這些東西出來 江湖村亂部看完都打起來 我沒有說過這些東西 是啊 我們繼續 這樣 這個小林 就捲入了一宗 聶奇謀殺案 有一個 他的教師 突然之間變成一張椅子 就是一張椅子 就是一張椅子 即是怎樣 即是死了之後 被人魔改 砌了一張椅子 對 砌了一張椅子 簡直 變成一張椅子 接到這個 聶奇案件的另一個高中生病偵探 明治 就來到這裏 覺得日常生活很無聊的小林 終於在生活上找到一些趣味 就是追查這宗案 明治和小林這個偵探和助手的組合 就開始調查一連串的事件 然後在這一連串事件裡面 就牽涉到另外一個連續辦案的罪犯 就是這個二十年上的事件 其實就是這個故事的主線 這邊調查就是這個故事的主線 其實這個故事分開兩邊 就是這個日常案件 和這個主線 暗黑性的主線 其實日常案方面 大概去到一至九集為止 都還是這個日常罪案 中間有一點點線索 就拉到一些主線的結構 但是主線是非常令人失望的 是 發生了什麼事呢 既然都是舊番秘雷針 就當然要劇透 其實剛才有說過 是一個暗黑性作為故事的主線 那什麼叫做暗黑性呢 就是一個數學上的天才 一個叫做浪月的角色 就發明了一個 以這個決定論為基礎 發展出來的公式 就是暗黑性 以決定論為基礎 例如有一個因叫做A 會導致結果B 以結果B為前提 就一定會發生結果C 如此類推 他認為所有事情都定死了 是一定會這樣發生的 就是發展出這套公式出來 就令到一些事情發生 然後 以一個好像廉耳效應 就不停地發生下去 導致這個世界上的所有事情 都是一個決定論 都是既定事實 就會發生下去 聽到很厲害 聽到很厲害 其實這套公式發展的原由 是非常之不具體 以及你會覺得很失望 浪月這個角色是一個怎樣的人 首先他的家裡 他的父母 是一個有人格問題的父母 對浪月這個角色非常苛刻 導致浪月這個角色 其實有些社交方面 有些障礙的人 對 社交方面有些障礙的人 經常會自己躲起來 通常會造成一個惡性的循環 就是有些不良少年 不停地欺負他 不停地欺負他的時候 不停地惡性循環 不停地躲在自己的世界上 不停地寫這個公式 寫這個公式的時候 我們的男主角的名字 原來就是他的朋友 幫忙救他 幫忙解圍等等 最後就發現 他們兩個人一起寫這個公式 最後就發現這個公式 有一個致命性的缺陷 就是會導致這個原作者的死亡 就是你一開始這個公式的步驟 就會導致這個原作者的死亡 然後男主角的名字 就叫浪月這個角色 就停止使用這個公式 好似戰極冥馬和麥瓜 那個時候 那個情況 一個樂園就覺得名字 不了解他 接著就質疑要進行這個公式 就偽裝自己的死亡 偽裝自己的死亡 就開始了這個公式的運用 他開始了這個公式的運用 首先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堆壞自己的父母 就是報仇啦 就是覺得他的父母對自己不好 對啦 又堆壞去欺負他的同學 他就說你用這個公式 就可以制裁到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辦法 用法律去制裁的邪惡 嗯 他就決定用這個公式 決定用這個公式去改變這個世界 然後改變這個世界最終的結局 就是所有人都變成這個二十面相 對 這個二十面相在這個世界觀人 其實是一個好像那些異警的角色 就是如果任何沒有辦法 用法律去制裁 就會有二十面相這個存在去進行執法 就是私刑搞定 就是所有人都 他想令到所有人都變成監控對方的 對啦 就是全部人都變成二十面相 那這個世界就成功變革了 對 對 問題是為什麼我這麼失望的原因呢 首先呢 首先他啟動這個公式的原因呢 是很出於個人的層面的 你不覺得嗎 對 他自己純粹被人欺負 然後父母對他不好 他就決定改變這個世界了 他沒有一個 他沒有把他個人的經歷的不幸去昇華 變成對世界的一個 對啦 其實你向父母復仇 向不良少年復仇 那為什麼會突然之間升級到世界層面呢 那這裡是故事你沒有說的 突然之間覺得有些好像不著調的感覺 另外一個層面就是 這個公式為什麼可以這麼厲害呢 就是他利用這個公式 把他自己的父母和不良少年 但具體怎樣做呢 他是沒有說過的 這條公式是 他沒有說過實際運作的時候 是怎樣導致那個人死的 就是聽你這樣說的 就這樣說 對呀 這條公式很厲害 但是具體是什麼來的 我幾乎可以肯定 應該是那個編劇都不知道 就是實際因果律是應該怎樣運作的 那除非他有 就是自己不是讀MASSE 又是自己幫MASSE的概念出來 就變成這樣 是的 這樣 還有就 人切方面 我覺得 這個故事為了展示自己那些人切 例如那期興魏良 那就將男主角實成魏良 那些角色的節奏又把握得很奇怪 有個驗屍官的角色 就因爲那期流行那個什麼三分鐘煮食 就做一個什麼三分鐘解剖屍體 就是把東西炒成一跌 然後有些角色就這樣 好像在開展裡面有些很重要的氣氛 應該有些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又 除了帶出這件事件發生之外 它沒有其他功能 就是作為 用江戶村亂報 這個名字做的作用 我期望當然有少少推理 很遺憾是沒有的 那些事情都經不到推理的過程 那經不過推理都算了 那你說江戶村亂報 重點就是人很扭曲的感情 例如把人整成一張椅子 用什麼感情才能做出這件事呢 那這種很扭曲的感情 他們前面的日常案件都叫做做到的 但是在後面 後面什麼暗黑性 就是這條主線的時候 就覺得突然之間很不著調 其實 你在說扭曲 就是 因為你要說一個人的扭曲心理 是怎樣的 不是一件這麼簡單的事 其實我也要用很多蝙蝠去鋪層的 不要看TVB多 以為就這樣說他瘋了 就算了 因為如果要認真去寫一個 犯罪心理的過程 是很困難 和要很長蝙蝠的事 絕對不是他後半 我猜後半應該都是六集的事 其實他的主線 只是用三集來講 那三集怎麼去補一個很複雜的 心理犯罪的過程 是很困難的 因為他前面的 一至七集左右 都還在說一些日常案件 輕輕放一些戰術 說和主線有關 都是二十面上的出現 硬是說 好像有給了一些戰術 說我們的主線是這樣的 但是其實你又斬開它 從他來看又好像沒有必要放在這裏 都可以 對 還有到最後就是 原來就是一個 是一個毒藍 一個中不平的 報復社會 根本就是 對 說到最後就是 原來是我不喜歡 這個社會欺負我 要向這個社會服上 這個社會有些沒辦法 用法律制裁的邪惡 我就要用這條公式 去自己做這個司法制裁者 就是這樣 就給我感覺 那個人物的描寫已經不好 然後你又 你又給我一些這麼行的劇情 對 因為如果你要說扭曲 這件事又不可以說不扭曲 但是 很勵排賽 很流於表面 我期望有更加深刻 可以敲動我心靈的發展結果沒有 我覺得他那個邏輯是很好 就是我現在想想想 覺得好笑就是怎樣 就是我為了要令到 這個字眼在這個世界上消失 所有人都變成 所以就用這條公式 令到所有人都變成 那個個都是扭街 那扭街就不是一件特別的事情 那就沒有這個概念 對 個個都是司法制裁者 那司法制裁者這個概念就不存在了 那大家互相監控對方 就不會有犯罪 好笑 其實這條計劇 就是 是看一些 但是你玩的時候可以玩得好看一些 這個問題 從來都不是說這條計劇 看不看的問題 如果你寫得夠仔細的 你可以真的很認真告訴我 這條計劇是怎樣執行的 那我就算了 如果你寫得精彩 我甚至說你寫得好 為什麼 現在聽你這樣說 他就這樣說 他表現得不好 他就是用三集的時間 突然之間 我們這條主線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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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 很不具體的 你說的是 你用一條公式 對 他就說用公式就堆壞了那個人 用公式堆壞了自己父母 那怎樣做呢 我覺得 你不如說他比較催眠 雖然同樣都是終極的 他就說用那條公式引發了事故 那怎樣用那條公式引發事故 你先說 你不是直接叫麥兜老母出來說 因為這樣所以他死了 他死了 那不行了 大哥 那時候看上去已經很失望了 其實如果你玩不到這些 你不如一至十一集 單元全部都是獵奇案 我覺得這樣更容易收復 其實我那時候看下去的時候 為什麼我會繼續看下去呢 因為第一第二集都不是福 因為第一第二集的氣氛真的做得不錯 我期望之後應該是 各個單元的 不停有獵奇案件 結果他跟我說有主線 然後主線是這麼流的 所以就呼籲大家小心 其實這些查案的偵探類的作品 其實又不一定需要有主線 因為如果你要有主線 你又要在那些單元劇的查案 那裡要滲一些主線 其實是雙重甚至三重去消耗你的條 其實對那個寫手是一個很大的 功力是很大的要求 其實這樣的射 而且他本身看上去已經不夠了 只有十一集 還要玩這些 是啊 十一集都還要這樣穿主線 然後主線三集收尾 那你不如算敗 原譜做 唉 又看到我 啊啊啊啊啊 我看完就不停只有下一個字 是 不過雖然就這樣言語間 不是很可能 即是沒有 你要捱完這上一集 你才有這麼大的怨氣 是 因為他前面的集數 他單元這樣 感覺上做下去是不錯的 是 但他跟我說最後一個主線 一次過招起了 嗯 即是他破壞了前面 留下來所有的良好印象 是 是 那即是 呃 但因為這件事呢 你具體形容出來 就這樣聽起來 其實就不明白那件事來到什麼地步 即是因為是 L妹那種 是 去地球隊場的 是 一聽就知道 很具體的 很具體的 但是 這套 他是去到最後一條大招不行 即是其實他前面好地地 然後去到 即是一直跟他說 我正在報大東西 你等下吧 然後去到一圈那一刻 哦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這樣 對 ok 那 即是 是 最後 他給你一個真相 然後那個真相 雷到你 雷到你 我馬上醒了 等著你的終點 原來是地雷 原來是這樣的 是 即是 他給你一條康莊大道 你怎知道 終點那一踩下去 就爆了 哈哈 炸死了 本來都沒事的 去到 最後一個地雷都一踩下去炸死了 是 不過 啊 你這樣說又搞了 我想起我 待會會講那一套 啊 是什麼呢 不過 不算了 待會再講 你這個地雷是十一集的事 我那裡是百多集的事 不過 好 好像災難級 對 那個災難 不是 那你這個心理落差 尤其是 你看推理作品 我想我大概明白那個心態 因為尤其你推理作品 你總會有一種期待的心態 其他作品你可以沒有的 但是推理作品總會有 對 給你一個謎團 對 那個謎團 那個答案會是怎樣呢 會不會很精彩呢 對 你總會有一個好奇心的 而如果他滿足不了你這個好奇心 你就會覺得很久 他永恆都會出現的問題 那 這就是柯南和金田現在出事的原因 柯南 講了這麼久 都只是講了半年的故事 一本而已 就是他跟黑衣人有關的份量 是一期的份量 我現在都不知道 黑衣人的陰謀是什麼 講了這麼久 我也不知道黑衣人在做什麼 對 對你作品就是這樣 所以你怎樣 最好不要看 這套 你開了下去 記得在主線開始之前很快點走了 看到八集 是 就是我之前錄音的時候 只是想要你看頭兩集 不過想想一下 其實一至八集 都有些可取之處 就是總之你發過 開始走主線 你就會怕了它 第九集開始走主線 你很快點走了 那你這套 就不是整套都是地雷 是後半 主線是地雷 是後半忽然間進入地雷陣 突然走到越南 對 對 就立刻在那裡 前面還是風光微微 一走到第九集 就全部在那裡 剛剛跟越南 緬甸 那些一樣 風光微微 對 風光微微走一下就 嘩 嘩 這種是不知不覺踩入地雷 好像很大 看一看那個監督是按誠意 嘩 嘩 嘩 為什麼會按誠意做這個 為什麼會這樣 劇本 劇本是一個叫上江川城的人 嘩 其實呢 你說到一半的時候 我本來也有想過按著你 叫你差不多完 但是呢 我發覺你的緣氣很重 為什麼 不會的喔 明白嗎 很脆弱的 你很自然的一口氣 把所有你的怨念出來 嘩 那這東西都很誇張 我猜不到我會說了20分鐘 我猜到10分鐘說得完 不會的 這些怨念的 嘩 講完就進入Dark Side了 嘩 我不是Dark Side 我很喜歡地球隊長的 你知不知道我很喜歡地球隊長的 就是那部戲呢 你提起就會發出來的 我很喜歡地球隊長的 但是我猜不到他那麼垃圾 好嗎 是啊 我喜歡高橋你這個角色的 哈哈 好啦 那先這一部分來到這裡 快點快點快點 然後我呢 下一部分就會來了 下一部分我會說些什麼 大家就聽下一節 這一部分來到這裡 好嗎 好嗎 不可能 switche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